其实是在MCO过后,开放边界过后 我一直以来就收到很多本期民众跟我反应的,停车会不过 然后软软停车的情况一直发生 所以从2023年开始,我们一直在自设计的会议上 一直一直反应这样的视频 后来很幸运的,就是今年我们得到好消息 这是我们推行最新的PACMAX系统 这个系统有助于我们缓解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当然在停车位不足上,我们自证机也为了针对停车位不足 我们也会在陆续已经临险了几个地方 有哪个地方,我们会增见停车 这些停车场都是在LAPY的狭期之内 OK,然后第三,为了解决在商业区 商业银行,一些停车会不足问题 所以我们会推出限时停车的一个措施 只要是在几个有银行集中的地区 好像伍布城,顺利华元2,5K INLAV,王后华元 还有MUSTA,VALENTIS2那边 所以推出这个限时停车的一个措施 再来为了配合,现在科技都讲科技 我们也会添购我们的航台器,就是DRONE,无人机 主要是在协助我们执法人员 OK,在他投诉,或者投诉,或者还没投诉之前呢 他能够用航拍器呢,先观察四周的环境 如果有发现伪立的停车呢,或者是需要拖掉的 我们都会借助航拍所得到的这些资讯呢 传达给我们的资讯中心 然后我们会进行这个拖车的这个行动 感谢观看